听了雍正的话 十七皇姑 世泪探道 人死如灯灭 续点不续点的 姐姐并不放在心上 只是一桩 我膝下 只剩这么一条根 蜡苏云 在月中骑 下头当游击 听说又要调喜大营 打仗了 皇上 说着 嗓音又带出了哽咽 雍正 双眉压得滴滴的 目着脸半嗓才说 十七姐啊 你的意思 我明白了 这件事 朝廷有制度 奉命前敌之君家 无论什么缘故 不得善调后方 他只是个游击 我下指吊离 乱了军心 怎么办呢 圣祖爷说过 墨苏家 这个香火后代 要保住 十七皇姑 似笑不笑地 看了看 雍正 接着说 就算 你不可怜 我这个老寡妇 圣祖爷的遗址 总该算数吧 雍正 皱眉沉淹了半嗓 十七姐啊 这事儿 荣正想个万全之策 人 是不能掉 那苏云 也要他平安回来 您如今 别难为我了 成了 人在前线 又保他平安 谁都知道 这是句不靠时的空话 一时间 几个人都沉默了 但十七皇姑 究竟是个 直率爽气的人 低头 想了一阵 已经是人 因笑道 哎呀 君无戏言 你老姐姐 等着你的万全之策 我丑话说到前头 云儿 有个三长两短 你也不用假惺惺的 又是续典 又是智记 赏你姐姐 一碗毒酒 算你够兄弟情分 如今不说这事儿的 且说说四哥哥的事儿吧 雍正这才注意到 自己的四女儿杰明 转脸问道 你是什么事情啊 这么愁眉苦脸的 爱心觉罗杰明 怯生生地看了父亲一眼 目光中满是幽怨 愣动了一下嘴唇 却没言语 太后抬了一下头 喉咙 杠了一下 她十七姑啊 你给皇上讲 她是个女孩家 我心里堵得慎 说话不便利 是 十七皇姑忙答应了一声 又指着杰明说 去年皇上给她指的那个 五炭花哈庆生 竟不是个东西 听我女婿说 姓哈的这个王八蛋 先在福建当首辈 就养了三四个童子小丝 对 她原来是个兔子 我听见她 吓了一跳 戏打听 她爹 她弟弟 敬她娘的一窝兔子 四哥哥 平日多精干凌厉个人啊 你看看 愁成什么样啊 咱们天家尊贵 堂堂金枝玉叶 怎么好嫁到梁武帝的兔园中了呢 他只顾说的痛快 口眉遮拦 杰明羞的满脸通红 早用手帕子捂着嘴 抽抽气气的放了声了 雍正听了没言声 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女儿 这额头的青筋 微微吐起 显得出 他内心极为愤怒 哈庆生 是满洲香黄旗左领 哈十里的儿子 开得武弹弓 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想不到下头行为 如此卑巫 但如今哈庆生 就在西大营 年庚瑶麾下带兵 选额父 又是年庚瑶的宝山 刚刚掀起 诺敏的案子 安抚年庚瑶 还来不及呢 再罢掉这门亲事 这个专捆在外的 大将军 会怎么想呢 思量半省 雍正转脸问母亲 太后 这事情 干碍着年庚瑶的面子 她在外头 做大将军 得给她留脸 不过 这是家事 还该由母亲 做主的 你说这话 不像个皇帝 捂着脸 哭泣的四公主 突然扬起 带泪的脸 大胆地 盯着雍正道 皇上 是我的父亲 女子 三从四得 头一条就是 在家从父 这种事做不了主 还要问太后 阿玛已经说 要给姓年的脸 所以要推女儿 去牢坑里 还要太后说什么呢 雍正惊讶地望着女儿 这个平素 极温柔田净的格格 在自己十几个公主中 并不出奇 没想到 这么有刚性 她目中波光一闪 我们满人 没有三从四得 这一说 朕不像是个皇帝 朕看你更不像个公主 惊奇摸摸 就是这样教育你 和朕说话的吗 突然间 她的脸色阴沉起来 用手指着殿门 你给朕出去 你移居 甄顺门内东天宫 三年不许出宫一步 话未说完 四格格已是失声痛哭 连头也不磕 眼面夺门而去 远远还听她哭叫 我一辈子 也不出宫一步 太后早已坐直了身子 望着四格格 亮亮呛呛的身影 略带浮肿的眼泡中 满含着泪水 猛地把脸转向了雍正 立声说道 你 你也出去 太后 雍正仿佛被惦击了一下 惊慌地站起身来 脸 像被一下子抽干了血 变得又清又黄 脉上 才迟钝地跪了下去 声音变得又浑又重 太后激怒 听儿子说 您老在病中 儿子又不是处 只管责罚 千万别弃住了身子骨 他深深扶下身去 只觉得胸口憋闷 堵得气也上不来 头也嗡嗡直响 殿里十几个工人 见他归了 也都连忙趴跪在地下 乌雅士 原有满腹心思想说 他想劝雍正 与允提重归于好 他想痛痛快快 和自己两个儿子 说说母子家常话 劝雍正 容让一点弟弟 劝雍提 敬重一点雍正 甚至 想劝雍正 不要被逼债 弄得下头鸡飞狗跳 不要随便改动 先帝的账法 但这些话 他都说不出口 因为下头跪着的 这个儿子不同允提 能母子之间 无拘无束地 说几句提几话 雍正天生的 归例性子 即便是亲生母亲 一开口就是道理 一开口就是规矩 明知不是心里话 却挑剔不出毛病 刀枪不入的冷性子 隔开了母子之情 十七皇姑和四哥哥的话 他虽然没有多插眼 但在阵上听着 却是越想越气 冷不丁地发作出来 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此刻 见皇帝归了下去 乌雅士身毁自己 说错了话 一口痰涌上来 他的脸胀得飞红 坑坑地咳了几声 只是说不出话 太后 雍正和十七皇姑 同时惊呼了一声 一跃而起 扶着面色气弱的乌雅士起来 半伏在炕前 十七皇姑 替乌雅士揉胸 雍正皇帝垂背 好半日乌雅士才吐出痰来 瘫软地倒卧下去 轻轻地喘息了两声 一声说道 皇帝 你坐到我跟前 雍正答应一声 恭紧地坐到母亲对面 问道 母亲 有什么吩咐 十七皇姑的云儿 你的保全 这是先帝爷说过的 不能有闪失 四哥哥的事 我做主 这是那一事 他不能嫁到 那个姓哈的家里 太后平静了一些 环管地又说 你才登位不久 不晓得万极尘寒 威权不可轻用 祖宗惩罚 不可善变 那多和你那些兄弟们商议着办 我瞧着咱们 天家骨肉和睦平安 心里才韵铁 我是快见佛祖的人了 你得叫我提提面面 见圣祖爷 说吧 又咳了两声 雍正听母亲这样说 似乎不但对十七皇姑 和四哥哥的事不满 连对八个他们 也有袒护的意思 母子相移到这个田地 他心里也是一寒 想着说道 母亲训会的是 儿子一定依着祖宗惩罚做事 既不因公费私 也不以私害公 如今天下事 只缺一个公字啊 乌雅士 见他仍旧满口官话 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 对未坐在身旁的 十七皇姑说道 你还记得 先帝爷跟前的贴身侍女 苏玛拉姑吗 他死的时候 就想家 我如今也体会到了 我也想家 我想时候在科尔沁草原 能骑马会射箭 跟着着索图王爷围猎 看摔跤赛马 听马头琴 就跟昨日一样 总在眼前闪 乌雅士干涸的眼睛 无望的争承着 那草原上的春天 嫩嫩的榕草 白白的云彩 盘子一样的绿地上 那些花 真香啊 还有那马 那羊 不说了 你们也罚了 皇帝外头 不知有多少事等着办 倒罚吧 雍正满腹的委屈和怨情 离开了慈宁宫 脚步惯了千世的沉重 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带回楚秀宫皇后处时 恰中敲四想 已到了深正失败 皇后代家事 见她脸色阴郁 一言不发 一边吩咐人传善 一边笑着说 皇上脸上又阴了天 别是又遇上什么 不顺心的事了吧 没有 雍正松弛了一下 回过颜色 勉强一笑 太后的病 朕瞧着不甚好 心里烦闷 代家事命人 把自己的参汤 浸给雍正 抚慰道 不妨试她 青海请的那位活佛 开春就要到了 听说法力大得很 给太后捣一下 料就全好了 雍正 多着滚烫的参汤 又问 你这边 都谁进来请安了 内务府说要选秀女 还说想从苏州 选些会唱的进来 我说 选秀女是朝廷制度 该办就办 老爷子不喜欢戏 宫里有唱音阁 供奉每年 过节演艺 进购式的了 不要另招戏班子了 还有什么人来 没别的人了 皇上指的 那个哈庆生 从福州 弄了九楼福局 李德全叫人送进来 都跺在那边廊下呢 我叫他们挑些好的 送养金店 皇上好赏人 不用 雍正一听哈庆生三个字 便气不打一处来 起身夺了两步 盯了一眼 跺在东廊下的举篓子 用手一指说道 这些物件 全给朕扔进金水河 三月硕日 是青天间 为顺天府 恩科会室主考官 张廷路和杨明石 责定的入围吉日 杨明石 因在京没有私宅 又要避嫌 只在城东 一个僻静角落 租赁了一处小院 因明日 就要入籍主考 当夜杨明石也没睡 向炉上 焚了一炷香 盘膝莫座 静候吉时 他每次遇到大事 这是必有的功课 以示虔诚忠敬之心 家下人都知道 他这秉性 也都不敢睡 各手差事 在房中伺候 直到紫正石牌 远处 功臣台 隐隐传来三声 闷哑的舞炮声 杨明石 屈然开幕 款款起身 震了巢猪关带 用热毛巾 擦了一把脸 说道 给我备叫 顺天府贡愿 坐落在北京西南语 自乾明以来 立为朝廷轮才大典 最要之地 迭京修善 其规制 比之六部衙门 还要壮观宏伟 静身 一百六十站 外边一道墙 高足丈夫 碟质上 栽满了 秘密的酸枣树 名为吉成 严正道而入 左中右三座牌坊 左房十匾上 写渔门 右边叫周俊 中间一座大坊 龙凤石雕 围边的大脸上 书斗大四个水晶 立本子 却是天下文明 扬名时的八人 绿泥大观教 就在此 稳稳落下 他哈里奥 出来看时 只见上字 寒星满天 斗饼倒旋 直到 刚过四更天 料是张庭路 还没有到 便徐步向龙门走去 阳春三月 白天很暖的了 这样的凌晨 仍旧气寒辽临 星光下 吉城上的围吉 秘密从组 好似在古城上面 镶了一层 微褐色的雾 墙下那片桃林 也失去了白日 明艳娇媚的风姿 昏昏暗暗的 在微风中摇动着枝呀 传过一阵阵浓烈的清香 在这凌晨 给人一种甜事和清烈的感觉 学过石方 便见永道两边 各设着一座 三营小厅 阳明时是过来人 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 一茶厅 明虽说 尚算雅 但所有应试举人 都必须在这厅里 解衣宽带 厂怀漏定的 让贡院雅一检查 以防 夹带脏丝 最是叫笑脸们 扫尽颜面的一个去处了 阳明时不禁皱着皱眉头 阴见听前 都是悬着西瓜灯 窗纸光明 想是 已经有人起来办差了 刚要过去 便听有人喝道 影视举人 到雍城外头等着 是我 阳明时不紧不慢地说道 一边说 一边往前走 凭你是谁 不能过来 前头就是龙门 那个差异 不耐烦地 说着走过来 刚要呵斥 看清了阳明时 忙打尖头 是阳大人 您走啊 小的还当是举子们 等不得自己闯进来了 阳明时一边 向一茶厅走 一边笑道 我走 你们也走嘛 这早晚 一茶厅就到差了 那屋里 都在做什么呀 差 笑得两眼 迷成了一条缝 东屋是张大主考来了 张中堂在那屋 设酒 送亭路大人 进围 西屋是我们兄弟们 扎纸 图个清静 杨明时站住了脚 想了想 张氏兄弟说话 自己绞进去不好 便学过西厅 果见几个牙医 在灯下扎纸人 一青一红 两个鬼装打扮的人 里头悬草 外头胡纸 纸上写着 斗大一个恩 一个怨 两个字 杨明时不禁笑道 哼 我入围时 就听说考场 设有恩怨二鬼 原想 不过虚说服言 想不到 真的扎有原身 我过去 怎么没见过呀 几个牙医部 放他进来 忙丢下了手中活计 一起过来打签 一个老牙医笑道 哈哈 这是科科考场都有的 供在希望楼上 并不叫举子们见 只传告他们知道 也是劝他们平日 多行善事的意思 杨明时含笑点头 多一把椅子坐下 一边看他们扎鬼 一边询问 那些考场就归就立 耳中听着 鸡叫三遍 估着张亭玉已经离去 方起神出厅来 恰见张亭路 送张亭玉出来 便不言声 站在灯影下 张亭玉一边下街 一边口中说道 雷兄 该进大内见皇上吧 千叮宁万嘱咐 只是一句话 要秉公啊 圣上如今刷新理智 最看重这个 正想抓个出尖的 舞弊摊墨官员做法呢 咱们家风 讲究一个帘子 你少惹是非 与老爷子脸上 体面有光 我在里头说话办事 也踏实 spends一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